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曾在维护斯蒂芬库里时发推称特朗普为你个傻瓜,而特朗普也曾在惊吓发推嘲讽詹姆斯。勒布朗·詹姆斯刚刚接受了电视界最愚蠢的人的采访,当文案CNN记者,他让勒布朗看上去显得很聪明,这可不容易做到,我爱迈克尔·乔丹。 当被问到总统趁他愚蠢是否困扰到他,詹姆斯笑答道,不,因为我不蠢,这就好比有人说我不会打球一样,他一点也没有困扰到我,让我感到困扰的地方。 在于他居然有时间这么做,他拥有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工作,你真的如此清闲,倒对我评头论足。 胡人篮球运营总裁魔术师约翰逊对詹姆斯评价道,他一直非常擅长运用他的平台,他不想看到这个国家出现倒退,不愿看到这个国家因种族而被分裂。 谈到网他名将赛琳娜·威廉姆斯因在美网公开赛决赛中反复与裁判争执而受罚时,詹姆斯表示他能理解威廉姆斯的激动情绪,我们应该理解的一点是他在抗争的东西。 不只是那场比赛,他在为平等而抗争,总是需要赢得更多,更多,更多,只是为了感觉到平等,以非以美国女性的身份,在一项此前由白人统治的运动,重打拼,他要应对更多的问题,我不知道他当时的想法如何,但我也感受到那种挣扎。 詹姆斯与英国旗下跪事件因发争议,的前NFL球员Colin Kepernick从未谋面,但他意识到NBA与NFL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联盟。 说到NFL他表示,那里是由老板发话,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这是我们的联盟,我们的球队,我叫你怎么做,你就得照办,出身贫寒。 童年坎坷的詹姆斯,仍对他的儿时的志友们如今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惊讶,我的两个哥们现在在海外打球。 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目前在我们的母校圣文森特圣玛丽高中担任体育主管,我的另一个好友现在是克里夫玩骑士队的高级球探,还有个朋友在我们的家相做慈善工作,所以我们都打拼出来了,但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历当面相处过的朋友。 在过去五年内被杀死的悲剧,死的还不止一个人,五年前,我在威尼斯度末月时,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朋友被杀了,另一个詹姆斯的朋友在18个月前也被谋杀。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